电商维权的准备之评价报告 王老师 我想用实用心情的专利在线上线下打击侵权产品 我应该图何下手呢 我建议首先要做专利权评价报告 因为现阶段 实用心情和外观设计的专利权人 如果想在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发起专利侵权投诉的话 必须要提供能够初步证明专利权 稳定有效的专利权评价报告 另外在法院诉讼程序中 倍速侵权人在提起无效时 法官会根据专利权人能否提供专利权评价报告 来判断是否终止实力过程 专利权评价报告是由利害关系人 或者是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公告之后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 在缴纳了2400元的关费之后 两个月内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做出评价报告 但是要注意 一项专利只会出具一份评价报告 评价报告一旦做出 任何人都可以查阅或复制 我这就安排人去办